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一个南极探险团队最近兴奋地宣布 在南极冰层约3000公尺深处 发现了史上最著名的沉船之一 尖忍号 这艘船从1915年沉没后首度陷宗 不仅形状完好 连船尾尖忍号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见 在南极冰层约3000公尺的山海中 一艘大型木植船出现在眼前 船尾还能清楚看到Endurance 弧形字样显示出他的身份 这是史上最著名的沉船之一 尖忍号 本次考察行动由福克兰海上遗产信托策划 团队自2月5日搭乘南非破冰船从开普敦出发 搭配遥控潜水器进行区域探索 考察团只花了一个月就在3月6日巡获大惊喜 连勘察工作主任庞德都难以置信这样的好运气 他表示这是他目前为止看过状态最好的木植沉船 船身直立昂然挺立于海床上 保存状态绝佳 这艘沉船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生存故事之一 尖忍号曾参与英国沙克尔顿爵士1914至1917年的大英帝国南极穿越探险活动 然而三维帆船不敌汹涌的威德尔海于1915年2月被困于浮冰中 直到11月21日最终被冰层吞噬 沙克尔顿爵士和他的27名船员被困在漂流海滨上挣扎了一年半之久 最终靠着徒步与划着小艇全员身环 使得这趟奇迹般的南极探险成为历史传奇 根据南极条约 尖忍号的残骸将一直留在原地 作为历史遗址和纪念碑受到保护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